好,那我現在呢,各位我們現在以這一台Witch01 我現在呢,它本身現在的位置在什麼地方 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呢,已經知道它現在原來的位置在本機裡面 因為我們是從本機進來的 那你如果要移動它怎麼辦 對不對,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透過我們的 儲存區,然後把它下載到你的本機 然後再透過本機再把它上載上去 對不對,這樣的一個動作呢 是一個很土法煉鋼的方式 那在我們的EXI呢,進入到我們的VCenter之後 統一管理之後,它就基本上多了很多功能 各位,你可以針對這台機器呢 你可以按右鍵,這台虛擬機器按右鍵 你可以看到呢,就會有一個叫移轉的功能 複製的功能,之前是沒有這些功能 到了VCenter就有這個功能 複製呢,它可以再複製一個機器 就是一模一樣的 把這一台機器複製,那當然呢 這是我們不建議 那複製的意思是呢,是不是要備份一份 這樣是可以的 因為你用複製的話呢,你要講說 SID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說呢,你不要從此開機 也不要把它加入到網路,對不對 基本上你要建一台 建一個Windows Server的話 叫一台是全新的,這樣比較建議的 不過只是一個練習的話呢 沒有影響到的話,你可以直接複製 再來這個複製的功能呢,你可以做到 我們講說,把它做一個備份 再來呢,如果我們這台虛擬機器呢 本身已經做好,對不對 我們是做範本用的 對不對,那如果說我們之前不是有介紹過做範本嗎 做一個System Pre-Pay,對不對 然後你做好一台機器之後呢 範本 然後呢,從範本裡面複製出來 這也是沒有問題 這個部分,這個地方讓各位了解一下 那這個呢,我們就可以再來做一遍 複製一下,試試看 再來我們講說,這裡有個移轉 好,移轉呢,你可以看一下我點這裡移轉 它裡面有分 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就是呢 它本身的工作區域 像目前是在2022這台機器 它的計算機的支援 也就是說呢,它使用的支援是哪一台機器 就是2022,EXIA 那你如果把它移到EXIAB 就可以用什麼 變更計算的支援 那變更計算支援呢 你要變更的時候呢 要有一個前提了解 就是兩台實體機都要能夠抓得到 這個檔案 對不對 那它原來呢,這個檔案是在本機啊 所以你變更支援也沒有用 也沒有用,知道嗎 因為它抓不到 所以你就沒辦法去變更支援 那我們現在讓各位來做什麼 變更一個儲存區 那如果我們說變更支援跟儲存區一起改的話也是可以 但是問題是你的儲存區域呢 兩台機器抓不到 所以我們要把它變更我們的機器 移轉到另一台機器來管理的話 你必須要放在一個共用區域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來做一件動作 就是變更儲存區 好 那變更儲存區的時候呢 各位來看一下這邊 好,針對你的磁理機器呢 裡面的浪 你的磁碟呢 你抓得到的浪 它就幫你顯示出來 好,那你現在呢 是不是從DataStore1 要移動到浪0001 有沒有 它底下會幫你做一個檢查 檢查什麼 相容性是否成功 這些檢查呢 會有一些 你在移轉的時候呢 檔案跟我們的一個計算機資源呢 是有點不一樣的 計算機資源呢 包含了我們的虛擬交換器 跟名稱有沒有一樣 還有呢 你的虛擬機器有沒有破了光碟片 有沒有一個對方抓不到的 它會幫你做檢查 如果呢 不符合它會幫你相容性 有問題 好,那我們選擇了這個浪01 相容性檢查成功 這裡呢 有告訴你說呢 與來源格式相同 再來呢 你可以選擇說 原來是屬於什麼 完整部件 你要不要改成精簡部件 你可以這時候來選 知道吧 我摳過去 我一過去的時候 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格式 這個就可以做一個什麼 磁碟的重整 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移動我們的檔案的時候呢 它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功能 叫重整我們的磁碟的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如果說你的資料已經很分散 那你要有效能再好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做移轉的時候 移出去再移回來 這個動作 那我們現在是用的是關機的移動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它開機也是可以移動的 開機也 那我們現在呢 你可以先用關機來移動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我們呢 用它 因為我們原來就是精簡部件了 所以我們用精簡部件就可以了 原來格式相同 然後呢 它保留原來訊息機的選項 對不對 跟原來不變 我們就不要動它 好 那我們選擇浪1 按Next 就告訴你這個 塞料 按一下Finish 好 這時候呢 它底下就開始有一個訊息 在移動 開始在移動 好這個移動呢 就要開始去跑一下 就要停一下 好 這邊呢 已經匯入完成了 就是匯入 移動 移動完成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看一下呢 我們的儲存區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機器的儲存區 有沒有 它會告訴你它是放在哪個地方 是不是在00-01 對不對 你看一下 這個底下一個 這是我們那時候見的 沒有見檔案 只是一個虛擬機器的練習 你看一下這邊呢 儲存區是不是放在DataStore 1 對不對 好 看另外一台 是不是綠區 另外一台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放在DataStore 1 刮後1 對不對 那這個來講呢 我們就可以做什麼去分析 我們剛剛有提到 當我們的兩台實體機都加入到我們的VCenter之後呢 在我們的DataCenter裡面 在我們資料工具裡面的時候呢 兩個DataStore的名稱一樣就不行了 因為它就會重疊重複 所以我們就可以自己去修改它 第一台機器的DataStore本機 我們叫DataStore1 我們第二台都可以改成本機 改成自己的名字 對不對 我們可以做一個重新命名 把它改成DataStore2 2 可以自己改名字 知道嗎 把它改掉 讓他們兩個呢 真的就是名字分開 好 等它設定完 好完之後 就改成2 有沒有 這樣就改完了 這讓你可以直接改名字 這是我們改本機的嘛 對不對 那我們前面就講到了 講到是不是我們講說 我們在新增我們的一個 資料存放區的時候有沒有 202新增了一個Lump 0 Lump 1 那203是不是有一個 是不是也自動會幫你加進來 只要我們在動態探索裡面 靜態探索裡面加的話 你看 點它 兩台機器之後是不是都可以同時 抓到我這個Lump 01 那都可以抓到的話呢 表示我們的機器就可以互相移動 你可以看到這邊是不是我們的 綠奇01 綠奇01 兩個字重複了 對不對 它是不是也跟你改名字 你在本機的時候沒有關係 但是呢 你知道兩台 兩邊合在一起的時候就不行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自己改個名字 有沒有 我把它換個名字 改成02 好 這個東西可以自己去修正的 好 我們延續呢 剛剛呢 我們移動我們的檔案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現在來把機器開機起來 好 綠奇01也把它開機起來 好 我們等各位一下 好 我們這兩台主機呢 我們現在呢 是把它開機 兩台虛擬機器已經開機起來了 那我們呢 虛擬機器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分別一個是在綠奇01 一個在綠奇02 好 那當然綠奇02這台機器呢 這虛擬機器它放的位置是在本機裡面 對不對 那當然呢 它的資源不能移動 好 那我們的綠奇01呢 它現在放在的位置 是在讓01 兩台主機都能夠抓得到 那我們針對這個呢 綠奇01 我們要移到203 讓它來管理 所以它的位置會從這裡跳到下面 好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它們兩邊的兩台機器 正在運作當中 我們要把它用PIN的動作來看 好 那我按右鍵 我們可以去做什麼 移轉 那移轉呢 點一下它 當然我們的空間 我們就不動了 空間就是我們原來的空間 我們先不要動 等一下我們再來執行最底下這個項目 好 我們現在呢 剛剛有執行過 儲存區的空間了 移動了 那我們來呢 計算機的資源來按一下 下一步 好 計算機資源呢 我們原來是在202 現在我們要移到203 它就幫我們驗證 好 有沒有有相容性的問題 你要注意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相容性什麼問題 對不對 好 這裡呢 移動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的VMotion 沒有設定 這是要告訴你各位 什麼 它移動的是移動主機 移動主機 它有專門的一個通道 這樣知道嗎 所以呢 你沒有設定一個專門通道 給它移動VMotion的通道 給它打通的話 他們兩台機器的資源是不能夠互轉的 影響資源 其實資源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原來是在那台主機上 運作的資源 就移到下面來 那他們的資源在跑的時候呢 它有一個專門的通道 所以這時候是不讓你跑 知道嗎 所以我們必須去設網路裡面呢 去把VMotion的一個 這個介面把它打開來 這個就跟我們前面在設定 我們的VMWK 的一個網路的一個 群組的方式很類似 那我們等一下來做這個動作 好 我們先暫停一下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呢 我們出現了一個 在我們的計算機資源要移動的時候 出現一個VMotion不能移動 對不對 所以目前呢 各位來看一下 那我們在202 你呢 點選我們的主機 這邊有一個202的主機 點選這個網路 你就知道呢 202裡面有兩個 我們的VMW網路 那這個群組裡面呢 放了幾台主機 有沒有看到 這邊可以看到 虛擬機器 好 同樣的名稱 這邊是不是有兩台主機 那兩台主機的意思是什麼 203跟202都是用同樣的名字 兩邊是相同的 是相同的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邊呢 這裡有一個網路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呢 要去新增一個名稱 叫VMotion 我們來做一個動作 叫新增 叫新增 網路 網路裡面呢 這個就是呢 我們的VM kernel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有介紹的呢 就是我們的交換器的虛擬機器 的群組有沒有 好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 再新這個VM Network 1 有沒有 在這裡 這個的時候 單機的時候設定的 現在我們到了 我們都過VSender的時候呢 介面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呢 因為要做的是一個Kernel Kernel就是呢 我們的一個 虛擬機器 在我們的主機裡面 EXI裡面呢 它針對虛擬機器 給它的一些通道 那通道呢 有分好幾種 一種叫我們的虛擬機器用的通道 一種呢 是我們現在在移動的一個 這個主機裡面使用的通道 那主機在用的呢 就是核心用的 核心 所以我們上次呢 在本機裡面所建的 是建這個 給我們的 對不對 虛擬機器放的一個群組 對不對 連接Port群組 好 那我們現在呢 這次要去新增一個什麼 網路介面卡 VMkernel的網路介面卡 好 那這裡面呢 你要建 裡面有幾個功能 可以讓你建的 像這邊可以看到 VSender的VMotion 是在這裡面去建立的 還有一個ISCASY 獨立的通道 也是在這裡建立的 NFS其他獨立通道 都在這裡建立的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點它之後呢 選這個 VMkernel的網路介面卡 按下下一步 好 我們要選取現有的網路 或者是呢 標準的 或者新增 對不對 我們現在呢 沒有要去選取的時候 你要把它建在某一個位置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沒有 我們要去新增一個標準交換器 好 下一步 好 標準機裡面呢 我們在找我們作用中的網卡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目前沒有網卡 所以呢 你這樣 到了這一步之後 因為它的VMotion 就要讓你獨立的 一張網卡 來做它的一個通道使用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剛剛的三張網卡對不對 到這裡現在呢 不夠用了 是不是它再多一張了 這樣高文是嗎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再多一張網卡 讓這個VMotion來做 搬移的時候的獨立通道 那它在搬移當中 就不會影響到我們虛擬機器 它本身的一個流量傳輸 它是用獨立通道來做傳輸的 所以它網路卡呢 還要再多一張 這樣高文是吧 剛剛呢 如果像前面來講的 Manager 1張網卡 我們的一個 虛擬機器的 連接Pore群組一張網卡 我們先不要做那個備用的 然後呢 總共要三張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上次做了三張 一張做一個備用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沒關係 我們再回過後來 我們來去做什麼新增 因為我們用的是什麼 虛擬機器 所以我們回到這邊來做新增 新增第四張網卡 但是呢可能會重開機的部分 讓我們晚一點再重開機 好 這裡呢 0 這是0 1 2 會多一個第三張 我們按一下新增 網路卡 這個呢 就是我們前面有做過的 好 一樣呢 這張把它選擇 Bridge 好 第四張 好 按OK OK XIV也是一樣喔 也是用來做按右鍵 好 新增一張網卡 好 一樣選擇Bridge 知道吧 按OK 好 那我們的兩台主機呢 我們假設呢 我們已經把它 裝了一張網卡 好 就裝好一張網卡 等各位一下喔 那我回到這邊來 那這邊的畫面的時候呢 就會稍微再 因為你現在沒選到 對不對 我們就先 回上一步 再回下一步看看 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們就要重移拍 再新增看看 好 這邊 按一下新增 它是藏在裡面喔 因為是網頁的關係 所以說它沒有辦法及時寫 所以你要去按一下新增 這裡會有一個VM恩愛系3 3就是第四片嘛 對不對 第四片的網卡 按一下確定 好 就會呢新增一張網卡到這邊了 好 因為我們現在是202這台設定喔 這樣知道吧 我們不是在203 好 但下一步之後 好 這邊就是我們的一個標籤 那我們的VM Kernel呢 我們要給它一個名稱 它叫 內定值叫VM Kernel 對不對 但是我們給它的功能叫VMotion 我們要給它翻譯嘛 好 VMotion 然後呢 你給它一個名稱之後呢 還有一個重點 你這裡要把它打勾 這樣知道嗎 你這個VMotion沒有打勾 你只是名稱把它改VMotion 你沒有任何的意義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這一個VM Kernel 它有一個通道 通道的功能是透過這裡去勾線 那這個通道可不可以做管理 你把它打勾才可以設定做管理 那我們現在讓它獨立做VMotion的功能 只要獨立做這個功能 好 等一下203的話我會再做一遍 這邊呢 好 那記得呢名字兩邊要設一樣 我把它複製一下 等一下可以使用 好 下一步 好 這個呢自動體的IP 我們因為沒有IP 這個我們想說它是一張 網路的界面 這樣知道嗎 就跟管理一樣 好 所以我們剛剛新增的VM Kernel 它就是一張網路界面 只是虛擬的 對不對 我們Manager們上次呢 不是有一個網路界面卡的IP 對不對 我們才可以管理 那這邊呢 你勾選它是Emoji 那如果你既然要出去做一個獨立通道的話呢 你必須有IP層 可能會讓對方知道說我要從這邊送給你 就都是透過這個通道 那這個通道的名稱是一個翻譯專用的 然後翻譯專用是透過哪一張網卡 透過這一張網卡來跑 有沒有 這一張網卡來跑 所以在這張網卡底下 新增一個虛擬的界面卡 然後去設定IP 這樣東西是吧 來 那我現在呢 我們就要去設定一個IP給它 對不對 那IP呢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可以做一個獨立的兩台機器 能夠連到的網段就可以了 VMotion跟VMotion能夠互相連到的網段 假設我這邊設10.10.10.99 對不對 然後呢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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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對不對 但是呢 你現在兩台機器剛好是不是都放到同一個網段 那你這樣設定的話 是不是內網再跑 Bush 有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說呢 你今天是會跨網段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同一個網段也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底下的GAPE出去就出不去了 我们要用独立网卡 所以你自己在做的时候 202的VMotion的IP 跟203的VMotion的IP是要同网段 而且同网段是同一个位置能够互通的 那你如果要必须透过Gainway跑出去的话 那时候你必须要符合Gainway的网段 那我们现在来设这个 那各位我们一样 不要用相同的 因为各位也会在同一个网路里面去跑 所以IP会冲突到 知道吧 所以大家用10.10.10的时候 特别注意一下 我一样我用201 用你原来的那组号码 知道吧 用你原来的 我不是给你各位一人10个IP 后面的10个IP 1号就01 1到10知道吧 2号就11到20 我这张网卡设的是201 10.10.10 201 好 那我们不要去更新它 下一步 好 Finish 好 这里就完成了 再来呢 203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的去新增 对 新增什么 一样刚刚的动作 我在这边呢 移到这里来的时候呢 再稍微暂停一下 等各位 这边 好 按下一步 一样是新增 消耗器 因为两台机器都是一样的 知道吧 好 等多一下 好 我按下一步 一样呢 我们要选取界面卡 那等一下可能界面卡不能用 是因为我们机器没有重开机 因为它 网路卡的话 上次我们设定的就是要重开机 好 我们要新增 它是2 2跟3 有一片没用到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一样用我们的3 好 因为一边有用 一边有也是一样 好 一样呢 用3 新的那一片 好 一样呢 这边要改名字 好 我怕打错字 我刚刚有copy过 我把它贴上 一样这里要把它打勾 V-version 的功能要把它打勾 好 按下一步 好 一样呢 这边有IP 对不对 我就设 10.10.10.202 好 这个不要去负写 不用负写 好 下一步 好完成 好了 这样呢 建完之后 我们再去看看 我们后面再去找找看 好 好 这样呢 建完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刚刚的动作 我们是不是要把 我把 我恢复各位的原来状况 好 好 来你看一下我RICH01 这样子 我是分开来 那个应该是厂商来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那我就要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我两边的V-motion的一个 介面卡 已经做好了 来我针对这台RICH01 RICH01在这台 所以我移到右边来 习惯 好 这台RICH01在右边 它PIN RICH02 两边互PIN 好 那我现在来做一个移动 按右键移转 好 我们现在只计算器支援 来做移转 下一步 好 从202是不是移动到203 对不对 有看到它一个相容性检查成功 对不对 它是202 现在是移到203 所以它就会 这个虚拟机器 等一下就会跳到这下面 好 按下下一步 好 然后呢 有没有看到 它原来的 在原来的202里面呢 它的来源 的一个网路的 连接POR 对不对 是不是在VNA Network 1 目的呢 是不是也是一个VNA Network 1 两个是不是一样 那这个是不是叫手动 这样知道吧 因为你现在是手动来移动 手动来移动 它是会让你选说 你要不要换位置 懂意思吗 你可以换 因为是手动的 但是你如果是真的 自动的时候呢 它有没有机会让你换位置 就没有 它一样把你移过去 但是你网路的POR 找不到 它就变成连不到 机器连过去了 网路不通 这样懂的是吧 所以呢 这是原来的连接部群组 现在是什么 这是目的的连接部群组 因为你自己在手动在移动 我现在是自己移动它 不是自动移动它 它移过去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选 当你自动移动的时候 它不让你选 对不对 那不让你选 没有就是没有 就是不通 好 它如果强迫移 我还是要移 对不对 来下一步 好 那你看它有一个优先排序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就来以最高优先拳排序 建议值 下一步 好 那它这样呢 透过Vmoji那个网段 网卡 有没有 它就是做档案的成熟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两个档案 有没有 这台机器等下移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上面 这两边 它底下就是在做移动动作 两边呢 是不是 稍微风暴有点慢一点而已 但是你看 都是风暴没有掉 对不对 等它全部跑完来看一下 好 移转过去有没有 对不对 它是不是开机当中在移动 那在使用者上面呢 是不是有21ms 21ms 比较慢了一点 对不对 所以说你看 它们是什么 也是线上在移动 然后就直接移转过去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针对什么 我们的 刚刚我们第一个介绍到什么 我们的 识别 储存区的档案 对不对 那档案有移动了 才能够做什么 移动我们的一个虚拟机器 好 因为我们呢 我们要放在我们的浪0.1 不然你是移不过去的 前面的步骤如果没做 后面这个步骤做不成功 那这个步骤做不成功 那这个步骤做不成功的情况 还有一个因素 是因为VMotion没有设定 对不对 那这个界面卡 那这个界面卡 没有设定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来做第三样 就是呢 群组 我们的支援 虚拟机器跟我们的 储存群组一起更换 一起更换 我们家还要有另外一个浪 另外一个浪 我们要来介绍另外一个功能 好 我们现在这边先暂停一下 好